公元前212年 当秦始皇的军队从咸阳街头黄缓驶过 两个日后灭秦的主力此刻正跪在路边 此时此刻他们发出了不同的豪言 大丈夫 当如是也 彼可去而代之 几年后说前一句话的人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 他就是刘邦 说后一句话的人放火烧了阿旁公 在鸿门宴放走了刘邦 留下了西土霸王的名号 他就是项羽 不身不一的刘邦年轻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然而正是这个有些流氓气的中年人在秦末的战乱中打败了有史以来最为强悍勇猛的对手项羽 当供下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刘邦已经完成了从小混混到帝王的角色转换 而战无不胜的项羽却最终兵败该下自杀身亡 胜负的转换来得如此忽然 不仅让人生意 项羽为什么会失败 刘邦又是怎样成为了最后的演讲 一条纵深的鸿沟 两座低平的山峰 这里是否还记录着中国历史上 这次最令人震惊的逆转之谜呢 像棋 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游戏之一 至今已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两种棋子代表对峙中的两方军队 在棋盘正中横跟着一条赫然在目的 楚河汉界 这是人们为了游戏而想象出来的分界线 还是它确实真实的存在呢 楚河汉界它实际上产生于在我们现在新阳 广武山那个鸿沟 将士是军事方面的将领 如果那个象呢就是从文臣谋士上来辅佐他的左右臂膀 所以说就把这个历史的一幕给它演绎到一个棋盘上 那么当时就是靠好两军蒲镇有一条楚河汉界 就像那个豪宫一样 做一种历史的印证 一种地底地貌的一个折射 形成了中国的一个汉象棋文化 形阳 这里是河南省境内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城市 过往的人流显示着这里的忙碌与安宁 然而两千多年前 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早在秦王朝统治时期 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 镇压六国的残余势力 秦国把原来设立在河南洛阳的三川郡 前移到了行阳 当朝丞相李斯的儿子李游出任郡守 作为秦国的东方门户 秦国在派驻重兵的同时 还在行阳广武山路建立了敖仓 用以囤积军粮 据说最盛时期 那里存放着的粮食 竟然占据了国家粮食总储备的一半 从那时期 行阳这个名字 便经常出现在古代的战争史上 史记中 关于行阳的记载 就有160多处 因为行阳 它是这个 就是黄土高原 与平原的 基本上是一个交界处 说它有一个鸿沟 这个鸿沟 当然在 就是在那种原始 就是交原始的 那种大刀长矛的 那种兵器时代 那个时代那是很难过的 那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爱 而它在这一线上 那就鸿沟和成岗 成岗就是虎劳关 虎劳关它是两边都是山 所以两边都是山 中间有个关口 这个地方当然是一手难攻了 正是由于鸿沟的存在 从公元前 2005年4月开始 项羽和刘邦 在河南行阳一带 进行了历史 两年多的拉锯战 它是楚汉战争中 历史最长的一次战役 这也使得行阳 成为了楚汉相争 最重要的战场 司马迁在史记中 这样记录了这段历史 刘邦与项羽战行阳 争成岗之口 大战七十 小战四十 在如今行阳市的广武山上 当年项羽的坐骑乌追马 仰天长啸 隔着洪沟 对面就是汉王刘邦的军营 两个对峙中的阵营 相距只不过三百米左右 因此人们也把洪沟 洪沟东面的山叫做霸王城 洪沟西面的山叫做汉王城 他以这个地方来步兵两下 在这地方来分就对了 这个是应该当时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谁也不敢轻易的过 对于项羽来说 如果不拿下行阳 他就不能西进指导刘邦的关中老巢 这成为项羽西进的第一道障碍 而对于刘邦来说 选择行阳和城高作为僵持的地点 却是非常高明的策略 不论是在粮食补给或地利上 行阳展现的敖仓良库和城高天险 都足以让项羽英雄五用武之力 公元前二零三年 项羽和刘邦在行阳对峙了两年零四个月后 终于在洪沟边定立了一个协议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记》中这样记载道 项王乃与汉曰中分天下 各洪沟以西者为汉 洪沟而东者为楚 中分天下洪沟成为了楚汉的分界线 刘邦项羽曾在此隔建构筑军类 洪沟同样也是楚汉纷争的历史见证 中国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记 就是得名于此 几千年来 黄河的泥沙带走了一部分城墙 也逼近了这里 如今的洪沟看上去是那么普通 就像一条岗河的河道完全没有当年的险要 甚至让人想不出这样的一条沟 是如何能够将双方兵马分而拒之 更加令人生疑的是 追击刘邦近千里至行阳的项羽 在此对峙两年多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刘邦 但他为何会签下这样中风天下的协议 甚至归还了此前早已扣押的 刘邦的父亲和妻子 这是项羽的善心大发 还是刘邦的阴谋轨迹 公元前二零六年 刘邦与项羽签订鸿沟协议的三年前 在原来秦国大一统的土地上又多出来了许多国家 这些国家都是项羽军队进入已故秦帝国的都城咸阳后 分封的十八个诸侯王的领地 刘邦的汉国就是其中之一 关中位于陕西省中部 这里是秦帝国最为核心的区域 但是在项羽的心中 关中只不过是残暴秦国的大本营 并不值得珍惜 年轻的他似乎还并不想孔一天下 而只想重建楚国 让楚国再次称霸诸侯 项羽不仅拒绝了在帝式显耀的咸阳建都 还一把大火烧掉秦始皇的咸阳城 他执意带着自己的军组回到了故乡鹏城 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徐州 那这一地出广袤的平原 当时的咸阳在关中啊 那是一个帝王兴起之地 因为他的这个地势比较好 项羽呢 他就说如果说我现在我取胜了 我不还家 那如锦衣夜行 我穿着好衣服 我夜里走谁也看不见 我必须回家去悬崖一下 所以他没有一个很远的那种计划 或者很远的眼光 项羽将过去梁国及楚国 最精华的九个郡化为自己的地盘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 安徽 山东 河南一带 自号 西楚霸王 此时年仅二十六岁的项羽 凭借着惊人的武力 俨然成为了整个天下的霸主 他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分封诸侯 违背了先前和刘邦定例的 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盟事 将造他一步进入关中的刘邦 分封到了偏远的蜀地 称汉王 这次大规模的土地分配 到底能否成功 又到底能维持多久呢 向羽进关中以后 他封了四霸王 他封四霸王 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 他还想恢复战阁时代 分封割据那样的情况 他自己不当皇帝 当西楚霸王 就是在这个王里边 他是头 就像那个春秋五霸 那个意思 他是个头 是个霸族 而且封这四霸王呢 他封的又是 他自己的亲密的人 这样引起了一些 跟他实际打仗 而没得到分封人的不满 公元前205年春天 离项羽在咸阳分封诸侯 只过了一年时间 大分封的后遗症 就逐渐显现出来 各诸侯国又陷入动乱之中 在项羽领地的北边 没有得到任何封地的 齐国军事强人田荣 一举杀掉了项羽分封的 三位齐王 重新统一了齐国 并表示将联合 赵 梁 共同抗处 项羽认为 这股势力的威胁要比远在巴蜀 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的刘邦 要大得多 他决定亲自北伐齐国 这种情况下 最高兴的自然是刘邦 已经休养生息 并逐渐壮大起来的他 想要趁此机会 袭击项羽的大本营鹏城 此时的刘邦幻想着 这次或许可以一举 急迫储君 赢得天下的掌控权 这是刘邦最大的时辰 刘邦进攻蓬城的时候 他一共是集合了五国的军队 大概有五六十万人 这个兵力是相当多的 是占绝对优势 这时候项羽正在山东 跟齐国在打仗 鹏城 十号等于一个空城 西楚霸王的封国都城鹏城 就这样被刘邦轻易攻破了 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刘邦 开始大摆沿袭庆祝胜利 此时的他并没有预感到 大灾难的来临 从四年前 跟从叔父项梁起义以来 骄傲的项羽 似乎从未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 竟然有人赶来占领霸王的土地 项羽被彻底激怒了 他立刻集中三万兵力进行反攻 准备狠狠教训这个 赶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家伙 也正是这次鹏城之战 开始了楚汉之间的直接抵抗 刘邦和项羽 这两位曾经共同反对 暴秦统治的同僚 从此上演了一段 永远记录在历史中的 楚汉争雄 但是仅仅鹏城一战 刘邦就折损了太多兵力 这个是一个大的残敗 当然他这个军队打散了 也死了很大一部分 后来又到行阳的时候 一批人又集中到行阳 帮他守行阳 上海在行阳就 把这个项羽就顶在那了 再面往西进一步 留守关中的汉丞相萧和 即使将关中重新召集起来的人定 全部带到了行阳 汉军得到了一定的补充 险峻的地势 暂时抵挡住了项羽的步伐 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怎样才能转弱为强呢 此时的刘邦冒出了一个想法 策反九江王英部 从后方牵制项羽 以减轻行阳的压力 英部是项羽的死党 盗贼出身的他狠毒无情 在灭秦战争中 就曾经在一夜之间 坑杀了二十万秦军 项羽大封诸侯时 英部被封到了误附民封的九江国 想要策反他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该如何策反英部 又该选谁前往九江国呢 此时汉军营里的一位 名叫隋和的儒生 毛隋自荐 表示愿意前往九江国当说客 他似乎很有信心 要从这样的状况中 取得一丝生机 刘邦也只能孤注一掷 他将希望都寄托在了隋和的身上 在史书上并没有特别的记录这一天 天还不亮 隋和便从汉军的营帐中出发了 此时渐渐远离汉军营的隋和 却比谁都清楚 虽然远离行阳战场 但是他的生命 却比前线的将领更加危险 1971年秋 在长沙市马王堆 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的古墓 成为了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 在其中的一号墓中 出土了一具两千多年的女尸 这女尸不但历经千年没有腐化 而且仍然保持着肌肉的弹性 这个人是谁 又有着怎样不平凡的往事呢 通过马王堆汉墓的众多陪葬品 专家们确认了这位来自两千年前的贵妇 是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夫人 利苍曾经在汉初击杀淮南王英部的作战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关键时刻 他拯救了立足未闻的帝国 被中央政府封为代侯 这是汉帝国最高的奖赏 两千年前卓越的防腐技术 也使得我们可以亲眼得见利苍夫人的面容 他正是那次事件的见证人 然而谁能想到 那位被利苍诛杀的反贼英部 却曾经是楚汉战争中 刘邦阵营里最大的功臣之一 公元前二零五年的十一月中 自愿为刘邦当说客的隋河 到达六地 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六安 这里是英部的故乡 也是九江国的京城 这是项羽也派了使者 到九江来催逼英部 共同出兵行养 该怎样劝说动英部呢 隋河的心中 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他手上尚有两个取胜砝码 他和英部都来自六地 对于出身低下的英部而言 乡里间的感情是相当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英部和项羽间 有着明显的裂痕和猜忌 然而让隋河没有想到的是 在到达淮南后 等了三天也没能见到英部 自己的口才根本没有办法实施 隋河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 此时此刻 比隋河更焦虑的人正是九江王英部 汉王刘邦派来的使者还没有接见 除王项羽要求九江国出兵增援的信件 也正放在眼前 除还是汉呢 这是一次可以影响一生的命运抉择 也许同样出身不高的刘邦 会对自己更加有力 但当年在咸阳 项羽有着四十万的诸侯联盟 而刘邦的手下只有凌乱的十万军队 也许只有项羽这样的强者 才能庇佑自己的国家 可是刘邦的实力现在也不容小觑 自己的加入或许会改变整个争霸的局势 这个决定太重要了 一向果断的九江王英部 也陷入了犹豫之中 此时的楚汉行阳战场上 刘邦驻守行阳 在他的身后是汉国的各个郡县 丞相萧和源源不断地 从蜀汉中运来粮食 住存在敖仓 而项羽的身后 却是他疯疯的诸侯国 与自己的楚国相距足足有八九百里 几天后 英部在九江国的侧殿中 接见了隋和 战争形势的瞬息万变 已经让隋和做好了 说服九江王的充分的准备 公元前三世纪末 东西方的历史舞台上 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西方的战略之父汉尼拔 在罗马打了无数胜仗 只战败一次就输掉了整个战争 东方的盖世英雄项羽 百战百胜 一次战败就四面楚歌 最后乌江自本 罗马战胜汉尼拔 靠的是盟邦的支持与坚韧 而刘邦的屡败屡战 靠的又是什么呢 即便是像项羽这样的盖世英雄 在乱世中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而刘邦却在秦末的乱世中 拉起一支队伍 最终温顶天下 他们之间的差异 除了运气好坏外 到底还有些什么 一条纵深的鸿沟 两座平平的山峰 这里是否还记录着中国历史上 这次最令人震惊的逆转之谜 英部曾经是项羽阵营的一位重要的诸侯王 他的汉处归汉 无疑是给正在行阳对峙的汉军 增加了一块重量级砝码 虽然从长远来看 汉军确实有和储军抗衡的前置 但是英部所做的背弃项羽 选择刘邦阵营的决定 更像是被随和逼出来的 他还在思索着 这次的叛变行动是否值得 由于本来出身低微 九江王英部对于刘邦 是否尊重自己最为敏感 他根本无法相信 刘邦居然会在这种不正式的场合 接见像他这么重要的诸侯 那么刘邦正在洗脚的时候 也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也可能是他有一些傲慢 他一开始他对他这个 归降是真心呢 还是作为一个座探要打进来 他心里还没有点 他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 在礼数上有一些不周到之处 是一些傲慢之处 但是刘邦这个人 他善于查原官色 能够观察人 用人所长 必人所短 随和素来深知刘邦的作风 对此倒是一点也没有惊慌 在短暂的接见后 他便带着英部告别了刘邦 住进了为英部特别准备的刑馆 到达刑馆后 到达刑馆后 英部大为吃惊 屋内所有的御仗 陈设 人员的配置 竟然都完全和汉王刘邦 享有的一模一样 在英部心里 这显然成了刘邦对待自己 完全平等 并不以陈属礼节相待的表示 或许刚才秦帅的接见 正表示刘邦是自己 如同亲兄弟一般 所以彻底免除了世俗的礼仪 随和知道英部已然心服 便说动他派人重回九江国 招募反对项羽的人马 他们集结了与英部关系较密切的 友人 臣子 数千人 刘邦又拨出兵力 派遣英部驻守在行阳西边的城高 英部的叛变 使得项羽的阵营失去了一个勇士 得知英部被叛后的项羽 立刻攻下了九江国 并且派遣个性温和的叔父项伯 处理九江国安抚事宜 相伯尽量缩小打击范围 除将英部 妻子 家人全部斩杀外 其余人等都被赦免 九江国很快又安定了下来 对于西楚霸王项羽而言 周围的伙伴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诸侯中也不再有可以相信的盟友了 现在九江国已经被他攻下 没有了南方的后顾之忧 于是项羽开始收入兵马 把主力投入行阳前线 务必要一举攻下行阳 活捉刘邦 一谢新欧之分 在河南省行阳市东北方的黄河边 有一个名叫敖仓的城市 现在也归属行阳市 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关中各地运送粮食的库存站 汉军丞相萧和从关中运转来的粮食都团积在这里 但是这里与行阳和城高间并没有可以驻军防守的屏障 汉军为了粮草的运输安全 在行阳与敖仓之间修筑了一条两边弃有围墙的永道 专攻粮食运输 对于永道的重要意义 楚汉双方都非常清楚 公元前204年5月 项羽听从谋士泛增的建议 袭击了汉军的粮仓 敖仓 面对楚军一波强势一波的进攻 守城的汉军疲惫破坛 敖仓的粮道也被楚军破坏 行阳城岌岌岌可危 刘邦能否再次利用谋略打开缺口 为漫长的攻守战争创造新的战机 在如今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九折山地区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 在楚汉时期 一位老者曾经来到九折山的山洞中隐居 而这位不问世事的老者 正是项羽阵营里最位高权重的谋士 贩增 他出生贵族 从项羽起世以来便一直追随身边 项羽也视贩增为前辈 甚至尊称为亚父 作为一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 史书上对于他的结局却并没有详细地记载 那么他的结局究竟如何 这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这一切都还要从公元前204年的行阳说起 天下纷纷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呢 这成了压在刘邦心口的重担 一只陪伴在刘邦身边的是汉军营里的两大谋士 一位是曾经策划过行刺秦始皇的韩国贵族后裔 张良 另一位则是在储军营里不受重用 转而追随刘邦的陈平 出身平民的陈平 正好可以弥补张良 善于阳谋 却不善于阴谋的缺点 如何才能快速赢得对项羽的抗争 一旁的陈平自然了解刘邦的意思 由于在项羽阵营里待过一段时间 陈平对于项羽阵营的情形 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 他将自己日思夜想的一个策略说了出来 而此刻楚汉相争逆转的关键 便在这个策略上 陈平知道 在项羽的阵营里 不过是有以谋臣范增为首的几个骨干人物 鹰部的背叛 已经使得项羽对身边的人心生疑虑 如果能够离间项羽的君臣关系 增加他们之间的猜忌 必定可以摧毁楚军的力量 对于陈平的策略 刘邦颇为认同 他当场拨出四万斤给陈平 任由陈平自己规划使用 刘邦博了一部分经费给陈平 不问陈平去做什么 你随便花 我都供应你 时刻就让陈平去分化瓦解 向你手下的人 刘邦对于陈平的间谍工作 有着一种闭着眼睛完全相信的豪气 而他性格里的这些特征 恰好成为了战事转折的关键 在得到了刘邦的信任后 陈平派人拿着钱财 去楚军营里四处活动 散播谣言 他将最大的目标 放在了项羽的左右手 范增的身上 在陈平的建议下 刘邦派出使节 去向楚军讲和 与此同时 项羽也派出使者来到汉军营 其目的就是刺探汉军的虚实 来到汉营的楚使 哪里能够想到 陈平已经被他设下了圈套 陈平隆重地接见了楚国的使者 他命人摆出接待最险要贵宾的范食 气派非凡 推背幻展间 陈平却不时要楚使向范增请安 还有意无意地忽视项羽 楚使立刻表明自己是项王的正式代表 而不是范增派来的 此时的陈平故意惊讶到 哦 你不是亚父的使者 而是项王的使者吗 说完陈平拂袖而去 他命人将宴席撤去 并且拿出最简单的饭来招待 楚使受了这样的侮辱 也不向陈平等人告别 一气之下就夺路跑回了楚营 这个计谋到底能成功吗 惊人的作战天才和领导魅力 使得项羽在28岁 就成为了威震诸侯的军事领袖 但是自负和多疑 也成为了项羽最大的弱点 项羽确实能打仗 那刘邦真是不能跟他打 一打就打败 不用说项羽兵力那么多 就兵力比得少 他也打不过他 所以在这个鸿门院 那时候项羽军队大概有40万吧 刘邦军队有10万 要在鸿门院上收拾刘邦 那是太容易了 结果项羽将心 不听这个范政的意见 结果刘邦免医师打呢 那真叫放腹归散啊 鸿门宴上 项羽放掉刘邦的决定 显然让他失去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范增因此大骂道 树子不足于谋 夺取项羽天下的一定是刘邦了 敢于骂项羽为数子的 可能也只有亚父范增了 相比于机会的流失 亚父不留情面的责骂 让项羽感到的 或许更多的是不尊重 范增迫切想要除去刘邦 如今项羽和刘邦对峙在行阳战场 范增仍然立主项羽立即对刘邦 采取进攻 勇绝后患 对于霸王项羽而言 周围的伙伴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鹰部的叛选 使得他不得不更加仔细地 审视自己的阵营 此时陈平的计谋 也在悄悄地起着作用 谗言入耳 不管信于不信 都在项羽的心里 拨下了疑惑的种子 但是范增是不可能和鹰部一样叛变的 那么项羽怀疑的是什么呢 对范增的使者优待 对项羽的使者恶待 陈平正是想用这样的方法 使项羽产生一种错觉 认为对方阵营只知道有范增 而不知有项羽 范增的权力太大 地位太高了 或许应该到收敛一下的时候了 项羽在行动上 开始明显地疏远这位储君营里 最为重要的谋士 范增自然看出了项羽举动的意义 对夺去一部分权力的他 依然无法得到项羽的完全信任和沟通 天下事大致已经有了定数 君王自己一定能成功的 请准许我退休还乡吧 陈平的计谋就这样挑起了项羽和范增之间 隐藏已久的矛盾 因此范增的离别寝辞 也并没有得到项羽的丝毫挽留 有人说范增走时心中充满了怨恨 还没有到达鹏城就被极恶化死于途中 还有人说范增其实是炸死 他就隐居在浙江的九州山中 从此不问世事 范增离开项羽后的结局到底如何 在民间有着多种版本 其真实性我们已经无法考证 但是储君阵营 确实失去了一位谋士 项羽将痛失范增的怒火 都撒在了刘邦的身上 眼泪与悔恨都无法挽回这位 曾经全心全意 为储君效力的军事 此时西楚霸王能做的 便是下令立即进攻行阳 活捉刘邦 眼看项羽大军压城 刘邦情势危急 前来支援刘邦的英雇 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 熬仓梁库一再被储君封锁 汉将韩信正在征伐赵国 谋士张良主张刘邦立即放弃行阳 暂时退入关中 但是行阳众多的汉军团一起撤退 将是件非常危险的工作 若项羽乘机追击 汉军可能会再重演 鹏城大战时的溃散情形 眼看刘邦又一次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敌进我退 敌住我党 敌平我住 这是解放战争初期 曾经使用过的游击战争 而早在楚汉相争的冷兵器时代 就有一个人已经把这种战术运用到了实际的战场上 这个人名叫彭越 彭越是如今山东昌义人 由于排行老二 因此本名叫做彭仲 渔民出身的彭仲熟悉水性 在秦末的乱世里 他聚重水泽 做着大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勾当 所以人们就称他为彭越 彭越与韩信英部并称汉初三大名将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这三个人都出身卑微 韩信是没落的贵族 英部是囚徒 而彭越则是胡匪 然而胡匪出身的彭越 却有着独特的领袖气质 这使得他在整个秦末的战乱中 既依附于强大的诸侯 又具有相当灵活的独立性 贵族出身的项羽 并不把这个土匪头子放在眼里 因此在秦朝灭亡 奔奔诸侯的时候 也没有给彭越任何封声 在攻打工程的时候 从项羽那里 没有拿到好处的彭越 选择转换阵营 投奔到刘邦的旗下 刘邦将他封为魏国的相国 同时允许他可以不必跟随汉军作战 而是带着自己的部队自由行动 在战争时期 这个刘邦啊 他的作用 他的智慧 或者他的威人 那确实是很值得 就作为一个就是开国的皇帝 是很值得赞赏的 还比他会用人 而且是无论是你躲下层的人 他都可以用 从公元前205年起 刘邦和项羽就在行阳的广武山上对峙 战事对刘邦不利 此时胡飞彭越 刘邦生涯中这位重要的伙伴 其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始发挥了 彭越所活动的地区 魏地 就在今天河南东部和山东西南部一带 这个地点恰好处在西楚都城 彭城与行阳主战场之间 项羽的军粮和后勤补给 都需要经过这里 才能运输到行阳前线 彭越所带领的 不过是聚集起来的几万人马 这自然地形成了一支游击军 而送上门来的粮草 对于胡飞彭越而言 怎么会有无药的道理呢 就是在这个商丘一带 那两个陈粮之间打游击 结项羽良想和兵力资源 这样的话 就是项羽在前方 得不到货防的供应 但是这个作用也是很大的 那要良想补上来 兵员补上来 那是又一个情况 他补不上来 那这个当然他就气短了 不敢再打持久战了 彭越的举动 到底是在真心帮助刘邦 还是在继续自己的老本行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 但是这位与韩信应不齐名的 大汉开国功臣 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 打一仗换一个地方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这种典型而实用的游击战术 可不断地骚扰 对于远离楚国都城 澎城千里之外作战的相议来说 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他自己也没有经营 把军队带到前方 一直往前打 当然可以说百战百胜 他能打 一直打到形阳 所以他打了那么多上仗 最后一次失败就垮台 为什么就是没有给你立 项羽已经痛失了英部和范增 深入行阳的储君 此时远离鹏城 遭遇着跳蚤一样的 彭越军的突袭 储君如钢铁般的拳头 怎么也没办法把彭越彻底消灭 虽然南方动荡 人才流失和粮草供应的紧张 使得项羽开始陷入不利的局面 但是储君在兵力上 仍有着明显的优势 行阳战场上的这个优势 也让项羽出现了一个盲点 他认为只要攻破行阳 刘邦的势力便会被彻底摧毁 速战速决 成为了项羽此刻最想做 也是最为迫切的事 咸阳城下 一场决战 一触即发 公元1812年6月 60万高唱着马赛曲的法国军队 突然侵入了俄国境内 这是一支不可一世的军团 他们的统帅正是当时被誉为 欧洲战神的拿破仑 在一片火海之中 法军顺利地进入了莫斯科 复原辽阔的俄国已经到了王国的边缘 此时的拿破仑正野心勃勃 势如破竹的法军让他相信 自己很快就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然而在进入俄国后 法军的军粮运输却开始变得异常艰难 战争的主动权又逐渐转到了俄军的手中 拿破仑并不知道在早于他两千年的古老中国 一场战争的境遇竟与他是如此的相似 这场战争就发生在古老中国的核心地区中原大地 一条纵深的鸿沟 两座低平的山峰 这里是否还记录着中国历史上 这次最令人震惊的逆转之谜呢 公元前204年5月 时间才刚刚进入楚汉对峙的第二个年头 项羽刚刚失去了身边最重要的谋士范增 刘邦阵营里的大将彭越 一直在袭击项羽从彭城到行阳的粮道运输 粮草的匮乏和范增的离去 已经彻底激募了这位盖世英雄 项羽准备集中所有兵力一举拿下行阳 在楚军猛烈的攻势之下 行阳城已经无法再坚守下去 刘邦和所有守城的汉军的性命都危在旦夕 就在此时 一位将军毛随自建甘愿礼带逃江 冒充刘邦向项羽诈降 吸引楚军的注意力 以便刘邦逃出行阳 这个人是谁呢 城隍是一座城市的守护神 汉代以来凡是有城池的地方 都有城隍神及其端坐受败的庙宇 在河南省郑州市商城路东段 就有着这样一座供奉城隍爷的庙宇 初一十五来到城隍庙里上香 平时有了什么难处或愿望 就来城隍庙里祈祷住院 数百年来 郑州城隍庙早已进入了郑州人的生活 虽然大多数郑州人都知道这里 但这庙里供着的城隍爷到底是谁 却少有人知 公元前204年5月的一天夜里 一支紧锁的行阳东城门终于缓缓打开 储君的多名将领早就等候在行阳城东门外 准备捉拿投降的汉王刘邦取得投功 然而从里面走出来的却是一支古怪的队伍 这支队伍里的人几乎全是城里的妇女 习惯了战场上的厮杀 这些哭哭闹闹 叽叽喳喳的女人 倒使得她们顿时没了主意 大家都把这当作是新鲜事来看 这支队伍走得很慢 大约有四五千人组成 一直走到黎明才刚刚走完 到了天明时分 才有汉军的队伍开始出城 在队伍的最后 一位身穿华丽的王府 乘坐着气派的汉王车年的人 在前呼后拥中缓缓出城 储军大声欢呼 他们争先恐后拥到东门 都想要看一看汉王刘邦投降的狼狈像 在储军看来 历时五个多月激烈的行阳攻防战 最终与储军的胜利而结束了 兴高采烈之雨 人人都放松了警惕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那位坐在汉王车年里的人 并不是刘邦 这个冒充汉王投降的人 是汉军营里的一位将军 名叫纪信 史书中记载 纪信的长相与刘邦十分相似 这时的他又穿着汉王的王服 所以一点都没有引起储军将领的怀疑 这位假汉王就这样被送到了相羽的面前 等到相羽发现纪信的真相以后 下令当即把纪信给活活烧死了 那么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忠勇精神 也就在纪信寻乱的这个古形这个地方 修建了纪信庙 城隍一般是要保护这个城池的 保佑他的安全 那么因为这个纪信呢 人们对他的一种拥戴 一种敬仰 一种崇敬的心情 所以说这个很多城市 都把纪信作为城隍庙的祭奠的偶像 如今全国奉纪信为城隍的城市 有三十多个 包括今天的甘肃 江苏 陕西等八个省 河南 这里作为纪信 曾经行军战斗的主要战场 和最终乍降被杀的地方 拜纪信为城隍的现象 就更为普遍 终于汉王的纪信 成为了楚汉战争的一个牺牲品 也正是因为这样 后来登上皇帝宝座的刘邦 将他追封成了忠烈侯 从此可以涌响后人的香火 历史的走向 有时候只是因为一些极偶然的因素 寄信的挺身而出 使得刘邦有了一个脱身的机会 他带着张良 陈平和数十名骑兵 从行阳西门悄无声息地逃出 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中逃往城高 这次的突围 是否能为刘邦带来新的转机 处于弱势之中的刘邦 面对强势的项羽 究竟该如何脱困呢 从行阳鬼门关里逃出的刘邦 在城高略做休息 便和张良 陈平等先行返回了关中 被迫放弃行阳 刘邦不禁对自己的作战能力 有点气馁 但是镇守和经营关中地区的 汉丞相萧和却毫无怨言 他只是将编组好的 省力军和梁末全交给刘邦 让刘邦自己去决定 是否要重新规划自己的战场 萧和主要作用很简单 他在楚汉战争以前 主要是在后方 原来在汉中 后来到立阳 在那儿给刘邦准备良详 准备兵员 另外他在那时候 又给刘邦准备打完天安以后 施定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 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这次刘邦选择了向南方的晚叶一带发展 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南洋平顶山地区 刘邦往南洋发展 就是目的是分身 这些兵力 主要是稳住行扬 向宇就上当了 刘邦往南发展 他就跟着往南打 所以这样会儿 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 然后向宇到了南洋 刘邦就撤回来 向宇追着刘邦到了晚城 刘邦又一次选择了坚守不出 而彭越却一直在向宇的粮道上 搞着突袭战抢夺粮食 这样的小打小闹 再次激起了向宇的怒火 他决定先去攻打彭越 彭越的几万人马和向宇的大军作战 也损失不小 几次交战之后 他只能暂时退到河北一带 失去了目标的向宇 听说刘邦又回到了城高 与鹰部和兵一处 他只能又返回行阳 全力以赴地对付刘邦的主力 公元前204年6月 向宇终于得以向西进兵 包围了行阳西边20公里的城高 刘邦只能北渡黄河 开始又一次地逃亡 他的目的地是今天河南省 交座式的修武 那里有一个可以让他安心的人 绵延七百多公里的太行山脉 这里是如今山西东南部 河北河南两省的天然界限 这些巨峰的山脉 这些地形大多易守南宫 在太行山脉的北方 最有名的关口称为井行口 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只要守住井行口 便可以占有一夫当官 万夫莫敌的优势 两千多年前 这里曾经上演了一次出奇制胜的战役 对于亲自指挥这场战役的汉国大将军韩信而言 这也是他挂帅出征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军事危机 早在楚汉相争之初 刘邦就派韩信开辟北方战场 想要对项羽的储君实施侧翼迂回的战略 这一年正是刘邦和项羽在行阳对峙的第二个年头 由于行阳情势紧张 大量的汉军被部署在行阳前线 加上必须留守新功课的卫地和带地 韩信攻打赵国的军力十分有限 赵国集结了军力二十万 人数是韩信汉军的五倍 不仅如此 赵军在自己的国家迎战 而韩信则是千里奔袭 在这个险要的关口 敌意我牢的情况 对于韩信来说更是异常的糟糕 在离井行口三十里地方 韩信下令停军驻营 当夜他组成了一支由两千轻骑兵组成的突击小组 美人手上拿着一支汉军的赤红色旗帜 韩信嘱咐这支轻骑兵 埋伏在可以看到赵国军队的高地上 而他自己则千帅万人兵马 先行在河边布阵 此时赵国的统军大帅叫做陈瑜 在得到了汉军来袭的消息后 陈瑜火速赶往井行口 远眺汉军在河边的奇幻阵势 陈瑜不禁嘲弄韩信 根本不懂兵法 韩信背水而战的阵势 简直就是送死 陈瑜自信满满的 想打一场漂亮的胜仗 背水一次之战 这是历史上有明的 一手也是一手胜多 他去打造国的时候 兵力是很少的 结果他把这个船舍们都烧掉了 那就是如果要是攻不下造成 他这个军队就要全军覆没 所以他逼他的这个部下军队 一定要是蒙打蒙冲 必胜不胜就死 汉军背水布阵已经无路可退 他们只能勇猛向前 与赵军疏似搏斗 关上的陈瑜健壮 立刻亲率大军清朝而出 然而敌众我寡 韩信虽然立战 仍无法抵挡赵军威势 因此逐渐后退 韩信下令近期古旗 火速退回在河边的主力军阵营 赵军看到汉军的败事 便清朝而出 他们直接攻击水边的汉军阵营 背后就是河水的汉军 没有丝毫退步 立战和死亡 就是他们全部的选择 到了中午时分 赵军始终无法突破韩信的贝水镇 陈瑜下令暂时收兵 然而就在回军的时候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他派一个人 赵军被军队出来说 他进去把他棋子拔了 换了他的棋子 身后赵军的大本营 几乎全是汉军的赤色旗帜 在乱世之中 赵军军心大乱 纷纷溃散 这时候 占领了赵营的 两千汉军清起兵 和水上的汉军 夹击赵军 将赵军统帅陈瑜 斩于军中 并活捉了赵王 韩信的汉军大获全胜 置之死地而后生 置之王帝而后存 利用人类求生俱死的自然心理 准确抓到关键一刻的人性 让每一个汉军士兵都殊死作战 使他获得了几乎是不可能的胜利 从这一点来看 韩信的确是可怕的理性者 把赵国灭了以后 他的军力大增 而这时候刘邦在行阳被向你逼得就没有办法了 他就要过河 就到了韩信的这个兵营 刚刚打败赵国的韩信 此时驻扎在河南省焦作市的修武 而不久前丢失了行阳和成高的刘邦 正直奔这里而来 对于刘邦来说 韩信和他手中的军队就是他今后重振旗鼓的最大保障 然而匆匆忙忙逃来的刘邦并没有立即召见韩信 他采取了一个谁都意想不到的举动 公元前204年6月 这时正是初夏最为惬意的日子 还在逃亡中的刘邦根本没有功夫享受 为了防止手握重兵的韩信 在此时有不测之变 天才刚刚亮 刘邦便冒充汉王使者 不声不响地进入了韩信的营帐 此时的韩信还正在睡梦中 刘邦不许别人通报 直接进入了韩信的寝殿 看到踏旁放着的印信兵符 他立即抓到了自己的手中 汉王自作主张在韩信的帐中下达命令 更换职守 牢牢地将韩信的用军权 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一觉醒来的韩信 也根本没有料到这样的状况 他不知道刘邦为何亲自到这个地方来 用这样近乎无赖的举动 夺走了自己的军权 但是面对着已经在帐中四处指挥的汉王 他也只能乖乖听从调遣 他把韩信的兵符什么都收了 然后把韩信的阻力他都带走了 而且还让他继续去北伐东征 刘邦命韩信为赵国相国并统领部分兵力 指示他即刻准备东征齐帝 因为只要齐帝纳入汉军阵营 刘邦便可由东北西三方面夹击储军 让项羽陷入困境 这段时期 鹰部成功地让驻守成高的汉军逐步安全撤出 项羽再度夺得成高 在行阳的战场上 项羽似乎总是获胜的一方 公元前204年7月 同有湖北荆州一带的林江王贡敖去世 项羽在南方的最后一个忠实盟友丧失了 也许这个时候的项羽才真正开始了反思 楚汉之间势力的对比究竟是怎样悄悄起着变化呢 抛开傲慢和仇恨 此时的项羽如果对形势做一个冷静的判断 他会发现楚汉战争中 刘邦所占有的优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此时的刘邦已经占领了今天的山西 四川宁夏的全部 甘肃 湖北 河南陕西的大部 而项羽却只有江苏 安徽的北部 以及山东河南的少部分地区 营部的判处归汉 泛增的出走 此刻的项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孤独 虽然坚守在行阳的刘邦 已经两次被项羽逼得落荒而逃 项羽依然牢牢把握着行阳战场的优势 然而刘邦却能一次次重振旗鼓 与此同时 项羽的盟友和领地在变得越来越少 这些都是为什么呢 早在一年前的鹏城之战胜利后 项羽就忽视了联合 燕兆 齐渭等诸侯 包括英部 陈瑜和鹏月 共同讨伐刘邦的机会 无法忍受都城被刘邦占领的西楚霸王 穿过了其他诸侯的封地 魏国的陈刘 外皇追着刘邦来到了行阳城下 他并没有看到 此时刘邦的身后却是汉国的各个郡县 整个关中做他的根据地 所以他在行阳及时打败仗 但是他都能够重振 能够恢复 而项羽这个人呢 他不知道建设根据地 本来许多四台根据地了 他这个 他风吸出霸王 但是他这个根据地是很不牢靠的 关于古人的用兵之道 孙子兵法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在冷兵器时代 上侧首先是要用谋略 中侧是用外交政策联合其他势力来壮大自己 孤立敌人 下侧是战场上的短兵相近 最差劲的方法才是攻打对方的城池 而项羽偏偏就采用了这个最坏的方法 不使用谋略 项羽因为主持大风诸侯而失去人心的局面 愈演愈烈 分裂 背叛 战乱 轮番上演 此时的项羽用尽了蛮力攻打行阳和成高 却最终被这混乱的场面搞得团团撞 行阳和成高 得而复失 失而复得 使得楚汉之间这场漫长的拉锯战 似乎更加长的没有尽头了 公元前204年 天下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行阳 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在这里对峙已经长达十四个月之久 共计数百万的大军都为了一个目标而等待 那就是彻底击败对手 潇勇善战的楚军在最初的战斗中屡战屡胜 但是行阳却成为了他们前进的绊脚石 就在项羽咬牙切齿挥舞拳头猛攻行阳的时候 刘邦却派出手下的将领去夺取其他诸侯的地盘 两年时间 汉军几乎对储君形成了包围的态势 战争的形势是否已经开始悄悄逆转 一条纵深的鸿沟 两座低平的山峰 这里是否还记录着中国历史上 这次最令人震惊的逆转之谜呢 古行镇位于河南省行阳市的西北角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 曾经在行阳设县 这里三面环山只有中东部是平原 北面广武山下是滔滔的黄河 西面还雄聚着有三秦咽喉之称的护劳关 在如今的古行镇广武山上 曾经的古战场已经成了 由人如知的汉坝二王城景区 然而公元前204年的这里 空气却异常紧张 此时项羽仍然牢牢掌握着 行阳战场的优势 但是在他的后方 粮食补给却多次被彭越的游击战攻破 这让项羽不得不在行阳和两地点 来回作战 刘邦在行阳虽然多次败逃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 他所统辖的地区人口粮草 却都有了数倍的增长 在长有汉中关中的同时 韩信又为他攻下了戴 赵 燕 只剩下东方实力雄厚的齐国 仍在保释中立 韩信军团将最大的目标 瞄准了齐国 齐国位于今天的山东半岛一带 这里地方广大又有天险 加上战国时期的齐国人 就以擅长兵法而著称 当年项羽派遣数万雄师 都很难在短期内征服他们 而此时 韩信在照地准备攻打齐国的 东征军团 将面临一个更大的困难 刘邦呢 这个兵力的时候很少 要和就把韩信的主力给夺过来了 刚刚离开韩信军营的刘邦 不仅命令韩信出兵伐旗 还带走了韩信的主力部队 再次前往行阳战场 巧妇难为无名之吹 即使像韩信这样优秀的将领 捉襟建筑的兵力 也使得他的出战更加困难 何况对方还是强大的齐国 为了重新补充兵力 韩信只能将出发的日期一再拖延 在这种情况下 伐齐的任务还能顺利完成吗 在今天的河南省起县高阳镇西南 一座小土堆 在这一马平川的平原上显得尤其突兀 当地人将这里奉为神明之地 因为在土堆的下面 埋葬着一位楚汉时期重要的谋士 利益基 公元前204年 刘邦带着军队重新回到了行阳战场 他试图在行阳地区重新建立新的防线 为了给项羽更大的压力 汉军营里的谋士利益基建议刘邦应该用制谋取得联盟关系 迅速拉拢齐国 而不是等待韩信出兵一物战机 刘邦也深知自己此时兵力缺乏 要想不使用武力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和谈 于是利益基请求只身前往齐国游说齐王 急于立功的利益基 却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建议为他惹下了杀身之祸 为了避免和韩信的交战 齐王相当支持和刘邦建立同盟一事 他立即下令撤出齐国的守备 并且设宴缓带利益基以表诚意 连项羽都头疼的齐国 如此容易就被拉拢了过来 利益基正对自己单凭口舌之能 就立下的这件大功而感到非常满意 韩信集结的东征军团 在到达了齐国西北方的平原县时 才刚刚接到利益基已经说服齐国和汉军结盟 并且撤出了军事防备的消息 难道要在这个时候撤军吗 韩信陷入了沉思 想不通 我打了帅兵是打了这么长时间 我才攻下二十四个城 二十多个城 你凭凉准备不烂折折 你就能够说下七十个城 这个他讲的心里不服 所以他虽然齐国想了 跟利益基在一起庆祝联合的时候 他把齐国的防守军队都撤了 所以韩信利用这个机会 一下子都打到公路这个情况 齐王听说韩信兵临城下 当然认为这都是汉军串通好的计谋 本以为大功告成的利益基 根本合法解释眼前的状况 韩信到底有没有接到刘邦撤军的命令 汉军的进攻究竟是刘邦的默许 还是韩信的主意呢 他都无从之道 走投无路的齐王 只能将利益基烹杀一泻心头之分 而利益基的死 却成了汉军轻易打开齐国大门的钥匙 或许连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这样的结局 利益基的事迹被记录在史迹中并流传开来 在他的故乡羔羊小镇 至今还保留着汉代为了纪念他而建的墓祠和坟种 这里也成为了远近的人们祈求平安之地 公元前204年10月 解除了全部战备的齐军被韩信打得措手不及 齐王只好派人去向项羽求救 面对刘邦和彭越的夹击 项羽的军队不停地奔走于行阳和梁帝之间 此时的项羽已经疲于奔命 来自齐国的这次求救是不是上天赐予的机遇呢 或许利用这个机会和齐国结盟 就可以弥补之前在战略上的一些劣势 共同击杀刘邦 思虑再三 项羽决定派出自己一半的兵力前去远齐 如果得胜这一半兵力重新返回 那么项羽与刘邦行阳对峙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强 如果失败 那么韩信的军队在灭齐之后 就可以南下援助刘邦 谁控制了齐国 谁也许就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要怎样才能增加胜算呢 一向自信的项羽这个时候也没了底 他决定派出自己最勇猛的将领龙居 龙居善于爆发惊人的作战力 早在灭秦战争中 龙居就曾大获秦军 鹰部判处之后 他又率兵追击鹰部 才使得鹰部不得不丢下九江国 与随和一起逃到了广武山的汉军营里 由于和项羽的作战风格比较相似 龙居更加得到项羽的器重 成为储军营里少数可独党一面的大将 韩信对龙居 可以说正是刘邦队向羽的缩影 而这场战争的输赢 更可以直接影响到 行阳战场上 楚汉相争的结局 行阳战场上 由于储军主力都集中在前线 刘邦的汉军仍然处在非常艰难的境地 实际记载 这一时期 项羽多次入侵汉军的勇道 导致汉军粮食匮乏 汉王刘邦遭困 汉军危机重重 但是此时的刘邦却并不慌张 他的镇定在于在他的阵营里 有了一位赋予独立作战能力的将军 韩信 刘邦他的优点 就是善与用人 就是他讲的 那个山不如 这个云错文有我 他不如张粮 公给粮奖 他不如萧和 百战百胜 他不如韩信 但是这双人都听着 都被他利用 所以他能识人才 也能用人才 韩信在楚军侧翼的战略越是成功 楚汉形阳对峙中 刘邦的优势就会越明显 但是此时的汉军主帅韩信 当年在楚营时 只不过是项羽的侄己郎中 也就相当于守卫项羽营门的官员 韩信嘛 那就是很低层的 而且当时 这是都没啥吃的 就是人家平衡 给他一些饭吃 那是很下层的 想想韩信 这样的人 如何能和贵族出身的大将 龙居相比呢 更何况 龙居带走了几乎一半的储君 他的元旗部队 号称二十万 而韩信的东征军团 却只有不足五万人 他根本没有把韩信放在心上 冬天的围水两岸 龙居和韩信 摆开了决战的阵势 韩信似乎总是面对 这样少数队多数的战争 而汉军在齐地打仗 如果龙居也打持久战的话 那么汉军的粮草供应 会成为最大的问题 韩信非常明白自己的弱势 他更了解与项羽性格相似的龙居 龙居下令准备和汉军 在围水旁进行决战 此刻围水战场的输赢 也确实成为了 比行阳战场更为紧要的事情 龙居的兵力是韩信的数倍 凭借这样优势 而采取防御策略 不去进攻 这对他和项羽来说 都是一件丢人的事 对韩信而言 以少击重的局面 究竟要怎样取得胜算 原本对韩信非常不利的围水 现在却成了韩信手中的一张王牌 这时农历十一月已经来临 沿东里的围水原本属于枯水期 但公元前204年的天气却特别暖和 上游洞穴很快融化 和河流一直相当困境 敏锐的韩信早已发现这个特殊现象 到达围水西岸的当天晚上 韩信就开始排兵布阵 他还派出一组特遣队趁椅子掩护 迅速赶到围水上游山区 用数万个砂囊将上流的水 堵成一个小水库 此时下游的围水水位立刻下降 到达一般冬天湿水期的状况 由于固阵的地方是河边平原 山上可以明显地看到 镇前弓旗的指挥 另外韩信还安排了大量公务手 这时大家都把注意力 集中在即将展开的血栈上 即使韩信的副将也没有差距到 今天围水水流上变化 一切准备妥当 韩信趁着水位降低 带着一半的军队渡过围水 向龙驹发起进攻 并假装战败后撤 龙驹似乎完全无视 周遭环境的变化和地形的因素 他想靠着楚国庞大的军队 一举把韩信彻底击巴 如果能杀了韩信 必定是大弓一箭 龙驹亲率储君 乘胜进入围水 准备反攻西岸的汉城 韩信见到时机成熟 下令阵中红旗高球 此时埋伏在山上的汉军队 立即拔开满住水流的沙漫 一时间大水一半奔奔而至 向正在渡河作战的楚军冲去 本来这些奇妖的河水 竟然没过了头 水中大半楚军都被红水封锁 而已经渡至岸上的楚军 也都因为吓坏了而无心作战 韩信命令安排好的弓武队 急速上前 对着快上岸的楚军 展开猛烈的剑语攻击 龙驹在毫无戒备下 所当其冲 向羽麾下这位最勇猛的将军 就这样在渡水中 死在了汉军的万箭之下 韩信又一次利用智谋 击溃了强悍的龙驹军团 并且乘胜攻击 一举拿下了齐地 斩杀了齐王 楚汉战争真正发挥作用的 主要是韩信 韩信提出来要分兵 去打河北打灶 打燕 然后去灭旗 这个战役 迂回战役也很不得了的 那就等于 把这个项羽的后方 兜了项羽的后方 他的这个据点是在行阳 他被山东一战 结果这个大部分都被他包围去了 所以这是个大的这个 胜利对于曾经百战百胜的 霸王项羽来说 一下子变得那么渺茫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做错了 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呢 公元前204年下半年 楚汉战争有了决定性的转折 本来渐渐士军力敌的行阳战场 却因为项羽的得力战将龙居的折损 而倾斜了天平 项羽失去了一半的兵力 而刘邦又拿下了齐帝广阔的领土 同样在这一年 还在为争夺天下而死守形阳的刘邦 郑重接见了手下大将韩信的使者 韩信在信件中向刘邦表示 齐帝已经被攻向了 然而齐国广阔的地狱和复杂的民情 使得对这里的战后统治更加复杂 齐国需要一个王来稳定人心 此时这位大将很不识实物的 要求刘邦分封他为贾齐王 贾王就是代王 就像咱们这个代校长 就是代总理 就是代的 结果这个刘邦就可升级 刘邦很老啊 我在这儿等着你来救我了 你现在反倒想要当齐王 所以就这个骂他 以韩信的功劳来说 封为代理齐王似乎并不过分 但楚汉相争的紧要关头 这样的一个要求 似乎有点以功相邪的味道 然而刘邦的谋士张良和陈平 对此却另有看法 这陈平张良两人感觉提了一下 跟他脚上说 你现在能制止他当齐王吗 是吧 说你干脆就封给他 结果他就改口了 大上户 这个律师要干就当真齐王 何必当假齐王呢 放在齐王 不久之后 刘邦派张良携带大印前往齐国 正式封韩信为齐王 并且指示他即日出兵南下 攻打楚国的东北防线 以逼迫向你撤军自保 减轻行阳战场上 汉军的压力 刘邦呢 他这个人是见机而行啊 而且有功了 马上就赏 有地就封 所以说刘邦不是说他没有封关 他也封关 他是随机应变 该封住就封 不封住他就不封 龙居战死 如果韩信乘胜南下 那么项羽大本营的鹏城 就会立刻遭到威胁 一向不知道害怕的项羽 第一次从对刘邦的仇恨中醒悟过来 转而变成了对败王的恐惧 此时习惯了蒙达猛冲的他 终于决定做出一个改变 使用自己从来不屑于使用的 外交手段 游说策反敌人 《诗记》中记载 项羽听到龙居战败的消息 心里害怕 于是派武社去游说韩信 劝他连储备汉 与储汉三分天下 当初刘邦就曾经派随和 策反了项羽的大将英部 为了增加胜算 项羽派出了江苏须衣人武社 须宜距离韩信的家乡 江苏淮寅只有五十公里 因此武社也算是韩信的老乡 武社自认对韩信颇有了解 加上他年少时曾苦学纵横术 对游说还颇有心得 因此他早年就投入项羽和他的叔父 项羽的账下 希望能凭三寸不烂之蛇而扬名立万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战神级别的人物 项羽从来就瞧不起这些 靠搬弄口舌谋生的浮生睡客 在储君营里 武社连自己最擅长的纵横术 都几乎要生锈了 项羽的这次改变 第一次给了武社施展才华的机会 他恨不得早一点前绑齐国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韩信 我一定可胜负他恢复大王 虽然项羽迫切需要韩信 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阵营 但他仍不愿让步太多 他强硬地指示武社 在游说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伤害楚国的威望 要让韩信能心服口服地投诚 为显示楚国力量 项羽组成了一个近千人的 庞大世界团浩浩荡荡地向齐国出发 这一支声势浩大的出发队伍 对于项羽来说 是一次如此巨大的改变 武社到底能不能带回来好消息呢 项羽此时也只能默默等待 公元前205年 曾经一起反对暴秦统治的两个楚国人 瞬时间兵戎相见 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死决斗 西楚霸王项羽追着汉王刘邦 一路来到了行阳 在行阳一线上 刘邦屡战屡败 随时危在旦夕 可又总能东山再起 项羽穷追猛打 可似乎总是无法将对方击倒完胜 行阳的反复争夺 何时才能到达终点 三年后 楚汉战争终于有了决定性的转折 这一年 韩信成为了齐王 大将隆居的战死 更是让楚汉战争倾斜了天平 对于项羽来说 胜利还像从前那样 唾手可得吗 这场对峙的棋局 下一步又该怎么走 项羽和刘邦 似乎都在等待着同一个人的答案 一条纵深的红沟 两座低平的山峰 这里是否还记录着 中国历史上 这次最令人震惊的 逆转之谜 公元前一百九十六年 汉帝国十年 此时被刘邦夺去王位的韩信 已然注定无法安然地度过余生 这一年 刘邦在外征战 为了防止韩信的叛乱 刘邦的妻子吕志与丞相萧和秘密定下计谋 将韩信诱入常乐宫中杀死 临死前的韩信 临死前的韩信发出了这样的长叹 当初没有听从快通的建议 以至于落到今天被女人所杀的下场 我真是追悔莫及 是什么让大汉帝国对这位开国功臣碰下杀手 又是什么事让韩信如此后悔呢 相宇派出武社带领一支声势浩大的使者队伍向着齐国进发 他们的目的是说服韩信脱离汉军阵营 此时暂时僵持住的楚汉形阳战场 能否很快地解开 其关键所在就取决于韩信的态度 这一次游说行动对项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到底能不能带回了好消息 一向强硬的项羽也只能默默等待 他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武社这个儒生的身上 作为韩信的同乡 武社还是以参拜国君的礼仪 见到了刚刚被封为齐王的韩信 他想用理性的利害关系来说服韩信 在乱世之中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这时的韩信已经成为了除楚汉之外 举足轻重的第三方力量 武社建议韩信背弃流邦 取得独立的地位 与汉王霸王三分天下 如果不去把握这个机会 韩信可能一辈子都只能作为刘邦的部署 这绝不是一位智者应有的决断 武社的论断十分有道理 此时的韩信也绝对拥有称王的实力 这是一个机会 可以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的机会 那么韩信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呢 战争形势的瞬息万变 使得韩信更为慎重 现在的除汉两国 早已不是两年前的形势了 任何的外交手段 只有在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前提下 才会发生作用 而这次的游说行动 只是渐渐显露衰退之之的项羽 所采取的一个无奈举动 更何况在韩信心中 原本出身低微的自己 正是刘邦的知遇知恩 才成就了如今的地位 因此武社的建议遭到了拒绝 无奈的武社只能离开了齐国 或许他还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失望的项羽 但是武社却不知道 他的言论却打动了韩信的谋士 宽通 在宽通的心里 不论楚王或汉王 他们此时胜负的关键 都正在于韩信的态度 于是他再次劝谴韩信 让楚汉俱存 韩信就能三分天下顶足而居 这样谁也占不到优势 便可保持天下太平 以君王之圣贤 又拥有强大武力 雄具齐赵燕之地 正可出兵监督楚汉两军 让他们不得再继续征战下去 这才是天下万民之心愿 君王此举也是为万民请愿 相信天下百姓必会风文而响应 还有谁敢不依循君王的指示呢 韩信虽是军事天才 但由于出身卑微 早年长期看人眼色而存活 他希望找到一个实财的主人 建立大功劳 以出人头地 得到他人的积赏和尊敬 是刘邦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此刻的韩信虽然颇有感于 快通的言论 但他却仍然不忍心背叛刘邦 受到成人车马的恩惠 就要帮别人消灾避难 穿着别人施舍的衣服 就要替别人消灾解难 吃着他人供应的俸禄 就应该为别人叫全马之劳 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背叛公义 这是韩信心中的准则 快通认为韩信这种态度 绝不会有好下场 而自己如此劝告过韩信 更将遭受灾祸 他随即装疯逃离了韩信的军营 在楚汉相争的昆南时期 手握重兵的韩信 并没有做出背叛汉王的决定 但是对于刘邦而言 越来越庞大的韩信军团 却正在变得更加难以掌控 他不得不开始警惕这股 足以同自己和项底 三分天下的力量 飞鸟进梁宫藏 敌国破谋尘亡 为刘邦攻下一座座城池的韩信 终于在经历了无数次血战之后 在太平盛世里 死在了一个女人的手中 公元前2022年2月 刘邦将一位名叫彭越的功臣 封到了现今河南东南部地区 号梁王 彭越可以说是世界战争史上 第一个正规使用游击战术的军事家 在楚汉战争中 正是由于他率部在楚军的后方 开展游击战 严重打击了楚军的粮食补给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那么民以食为天 老百姓说得更直白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是饿得慌 特别是千牛万瓦的将士开拔 如果护勤粮草没有保障 那么他没有战斗力 甚至军心就动摇 对待彭越在后方的小打小闹 项羽的处理方法是 一旦彭越闹事 他就亲自去打 但是彭越这个游击司令 就像插在项羽背后的一把尖刀 成为了令项羽十分头疼 又无可奈何的心腹之患 我能打过你 我就打 我不能打过你 我就跑 或者我就相委屈下 项羽在行阳和两邸 刘邦和彭越之间一直奔波 却拿谁也无可奈何 刘邦看准了这一点 他又派出了两万多兵力给彭越 他的目的就是让彭越尽情地闹 得到刘邦支援的彭越军 不仅烧毁了储君大量的粮草资重 还攻下虽阳外皇等十七座城役 缴获古物十多万 都送给了刘邦做军饷 此时的项羽麾下 已经没有可以独挡一面的大将了 任何一个敌人 他都需要亲自周旋 公元前204年冬天 项羽带着大军 离开了驻扎在城高的楚军营 他要去消灭总在背后偷袭的彭越 除城前他将城高交给大司马曹旧和赛王司马新首位 曹旧并没有特殊才能 他凭着忠诚可靠而成为了储君的最高军政指挥官 而将城高完全交到曹旧的手中 项羽显得并不十分放心 他嘱咐曹旧只要坚守十五天 等待自己海旋归来 在项羽的心里 自己率军亲自出战赶走彭越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所以只需把行程时间算足 打仗的时间他并没有计算在内 往返行阳和梁帝之间的五百多公里 十五天的时间已经足够了 然而项羽对彭越的历次军事行动 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项羽离开城高要去消灭彭越 却在小小的外皇城遇到了麻烦 外皇只是秦帝国荡郡的一个县 在如今河南商丘民权县一带 这里并不是一个大的城市 扬言要在十五天内消灭彭越的项羽 仅仅一个外皇城就打了一个多月 他已经快被彭越气疯了 外皇军民苦苦坚守 项羽的军队费了好大力气才攻下了外皇 而此时的彭越已经率军逃走 仇恨和愤怒中的项羽只想到一件事 图城 他下令立刻杀戮城中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子 消息传开后 外皇的百姓非常惊恐 此时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小孩站了出来 出乎意料地改变了外皇城百姓的命运 史书中并没有确切记载他的名字 几千年来人们都只能称呼他为外皇小儿 外皇县的这个少年虽然年幼 却对人性有着超凡的理解 他当即向项羽指出 彭越强行劫持外皇县 外皇人恐惧所以暂时投降 而活埋外皇县十五岁以上的男子 百姓又怎么会有归顺之心呢 梁帝十多个城池的民众因为恐惧而坚守不祥 反而更增加储君平定梁帝的难度 要想左右人的想法 最好的办法是用利益去打动他 屠城确实不利于储君的整个战局 于是项羽接受了外皇少年的意见 梁帝的其他城池 陈流 虽扬等被彭越夺走的城池 又很快地回到了项羽的手中 公元前204年的冬天即将过去 项羽虽然成功地赶走了彭越 但是储君却要为此往返五百多公里 就在项羽决定到比外皇城更大的隋阳城中 过个好年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城高又失手了 来不及过年的项羽 便率军急匆匆赶回行阳战场 城高因为守将曹就不听他的劝告 以迎战汉军而惨犯 城高又被刘邦夺回以后 他就挥视其近来到行阳广武山下 后来刘邦呢就占据了广武山的西侧修建了军营 营垒后人把他叫做汉王城 项羽呢占据了广武山的东侧也是大型土木修建军营 后人把他称为霸王城 他们两人两军隔着一个天嵌豪宫 此时楚汉相争的形势已经开始渐渐清晰 在先秦帝国的版图上显现出来 除了西楚霸王项羽的封国 先秦帝国疆域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被刘邦占领了 刘邦想要攻打蓬城 已经不需要从行阳西边向东推进几千公里 而是可以从蓬城的南北两面直接发起围攻 在秦灭亡后的战乱中 项羽打了许多胜仗 但是这些胜仗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国土的增加 势力的增强 反而使他越来越接近弱势 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这样的怪事还会再持续下去吗 曾经演出过威武雄壮历史的鸿沟 至今仍然吸引着无数游人来到这里 历史这般离奇又这般有趣 平调古战场 昔日的战局 刘邦项羽的个性 还有他们的荣辱 都真实地存在于这里 而2500年后的今天 却只剩下纵横的沟渠和黄土堆砌的城墙 似乎还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进入广武山是刘邦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 亲自前去攻打彭越的项羽 听到了成高失守的消息 又火速赶回了行阳战场 他在广武山的东边也建起了一座霸王城 隔着一条300米左右的鸿沟 对面就是汉王刘邦的军营 他希望尽快和刘邦局一四战 豪沟虽然空间距离并不是很长 但是我们还是有句话叫做 看三跑四马 这个山看着很近 但是你真要跑到跟前的话 甚至这匹马就累死了 说他这个天然屏障 利用这个豪沟 据说一手难攻 那么他占据这样一个有力的地形 接下来的一年间 项羽和刘邦在这里长期对峙 而项羽似乎还没有觉察出 这将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占据着有力的地形和充足的粮草 刘邦依然选择坚守城门不肯迎战 虽然在粮食补给上 刘邦的汉军占有绝对优势 但楚军却依旧在气势上比汉军强得多 以刘邦部署在成高的兵力 他还远没有到可以与项羽正面交锋的时候 项羽的军队几乎全部来到了广武前线 补给的急速消耗给储君带来了相当庞大的负担 项羽希望尽快和刘邦决以死战 以摆脱这样进退不能的困境 他迫切需要一个可以逼迫刘邦立即出城迎战的方法 项羽下令让部署火速从蓬城带来俘虏的刘邦家属 用家人威逼利诱 这并不是项羽一向的作风 但这个时候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刘邦就是不打 不过 项羽一都没办法了 就把他父亲抬出来了 抬出来就是说 你若再不打 我就被你父亲熬汤喝 做杯羹喝了 事发突然 鸿沟西岸的刘邦也没有料到项羽会如此行事 刘邦听到报告后 立刻赶往城墙前观望 一时间 弱大哥战场鸦雀无声 双方将士都将目光投向了刘邦 刘邦很清楚这是项羽逼迫他出兵 甚至是投降 如果处理不好 是必影响汉军的安全 汉军是否会为了老父亲而出城迎战呢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刘邦的反应 然而项羽怎么也没有料到 他等到的却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大为吃惊的回答 他就说 我们俩当时我们曾经接拜过 那么就是 我父即你父 你要杀了我父 那就杀了你父 你要真正杀了你父 你把他烹了 把他煮了 那么请分一杯梗 让我喝一杯肉汤 对于刘邦的回答 后人褒贬不已 有人大骂刘邦致老父生死于不顾 真可谓自私到了极点 也有人称赞 这正是刘邦致谋的表现 把相依说歇气了 就把他 这个爸爸烹了 他根本不在乎 还要喝一杯梗 所以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以后再抬出来 这个是他的高明地方 那要真 他一说 他马上痛哭流涕 就想求战 他要再真不出来 他就 因为李后当时也在相依说的 那再把李后抬出来 你再不出来 我把你脑袋也碰了 那怎么办 是不是 恐吓威胁似乎发挥不了什么效果 刘邦又占据了道德的上风 烹杀太公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好处 项羽只好将刘太公押回 一场对刘邦而言的危机解除了 无奈之下的项羽派军使到汉城 向刘邦下了战书 要求两人直接单挑 以决胜负 但结果又一次让项羽无奈 他能打的 那要是两人对阵的话 刘邦绝对打不过项羽 所以这个刘邦就跟项羽讲 我跟你斗志不斗力 项羽或许也猜测到 刘邦不会同意和他单挑独斗 他要借这个举动来嘲讽刘邦的缺乏无勇精神 因此项羽又派出三个赶死队员 青庄站在汉城门前向汉军挑战 并讥笑汉军阵营比 都是一些九南饭桶 这招的确有效 对汉军的士气影响很大 汉军将士都为此愤愤不平 摩拳擦掌的想出城决战 但是在行阳的广武山上 隔着一条鸿沟的汉王城和霸王城 根本无法短兵相近 这一战究竟该怎么打呢 公元1973年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 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 他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 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 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曾经见证了楚汉争霸历史的鸿沟两岸 吸引了无数文人莫刻来到这里 近朝竹林七贤之一的软集这样感慨道 时无英雄虽是数子成谋 这句话却是骂刘邦是十足的小人 有人说刘邦是流氓 背信弃异 狡诈无赖 有人说他是旷世豪杰 迎乱世而上 白首起家 穿越时间的距离 人们对于历史的争论似乎永无止境 一条纵深的鸿沟 两座低平的山峰 这里是否还记录着中国历史上 这次最令人震惊的逆转之谜 在如今的行阳广武山上 当地村民们过着平静的生活 在这座山两边有两个村庄 至今还保留着从楚汉战争时沿用的名字 汉王城村和霸王城村 甚至有村民在除地时 还能捡到一些古老的青铜箭头 诉说着当年刘邦项羽 在此对峙争霸的故事 这些绣迹斑斑的箭头 跨越了两千多年的距离 至今仍不知有多少 还埋藏在这座山的黄土堆里 也许正是这些箭头中的一支 曾经经过储君的手射中了刘邦 被弩箭射伤的刘邦回到了关中养伤 然而广武前线战场仍处于紧张对峙中 随时会有情况发生 因此他在关中待了没几天 便又赶回汉王城的指挥部 以准备应付下一波的对抗 公元前二零三年 项羽赶回行阳 刘邦驻守成高 在刘邦的位置是自己广大的封地 粮草士兵源源不断 他最不怕的就是持久战 而项羽则是远离自己的封国蓬城 回去的道路上还堵着刘邦手下大将彭越的军队 刘邦对于击败项羽的信心越来越强 此时刚刚被刘邦封为齐王的韩信 也在齐国集结兵力 准备攻击楚国大本营蓬城 对项羽来说 唯一剩下的只有处地了 而其军队所面临的将是父辈受敌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刘邦却向项羽提出了和谈的要求 这是一次无奈的妥协 还是又一次精心策划的阴谋 或许刘邦关心的 还有掌握在项羽手中的父亲刘太公 和妻子吕志的安危 虽然自己已经不具备最初的优势 但以项羽强悍的个性 要他接受和谈也并不容易 史记记载 刘邦先后派出了两位睡客 陆甲和侯生 陆甲是楚人以能言善辩而著称 他自信满满的接受了与项羽和谈的任务 行阳前线在鸿沟两侧对峙的项羽和刘邦 似乎已经平分秋色了 但储君属远征部队 良事不给不义 坚持下去不见得有力 刘邦顾及父亲和妻子安危 也愿意谈判了事 这对双方都有利 陆甲的论点诚恳而有道理 但是他却疏忽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项羽的心理 从优势达到劣势 项羽心理自然相当不平衡 陆甲这种理由 对项羽的内心来说 无疑是一种伤害 他深信只要进行决战一定可以彻底击溃刘邦 陆甲无功而返 但刘邦仍不死心 他又派出另外一位宾客侯生 再度去和项羽谈判 再一次的谈判 侯生提出了清楚而具体的策略 他建议楚汉双方以鸿沟为界 鸿沟以西归刘邦 以东划给项羽 这种分界虽破粗糙 但在紧张的局势下 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侯生不但没有长篇大论的巧遍 而且从头到尾都不替刘邦说话 甚至经常故意在言语上折损刘邦 这种态度正合了项羽的胃口 实际上无奈的项羽 此时也想早日结束在行阳这漫长的对峙 带领长期远离楚国的士兵 回到故乡鹏城 原来刘邦打败仗的时候 刘邦主动提出了个要跟项羽 以红国为战来平凡天下 项羽都不同意 那么后来为什么同意了呢 就是一个是项羽的冰原粮响 越大越少 他是后方供应不上 这个供应不上 一个是他自己为很好经营他的根据地 再一个就是彭越 他们在中间打游击 隔断他的粮道 所以他冰原粮响都供应不上 这样的话他没办法了 是吧 他才跟刘邦讲和共奔天下 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这一年的九月 项羽释放了刘太公和吕氏回归汉营 天下就要迎来许久未见的和平了 公元前二零三年九月 驻守在行阳两年多的项羽军队 终于开始了大撤退 从行阳到彭城 期间必须经过彭越游击队出没最多的地方 如果硬是闯过彭越出没的粮地 虽然距离彭城较近 但势必会遇到不少麻烦 项羽决定先往南退入陈国 再行绕回彭城 虽然这段路稍远 但相对安全的多 就在项羽遵照协议履行合约的时候 刘邦显然没有打算遵守以鸿沟为戒的承诺 当储君到达陈城西北的顾陵时 听到了刘邦指挥大军越过鸿沟 被约前来追击的情报 与汉军的主力正面会战 这是项羽在行阳苦守了两年多以来 梦寐以求的愿望 但他却怎么也想不到 会是在这种情况下 愤怒之下 项羽下令全军在顾陵部署 准备大决战 但此时 饥饿已成了储君最大的敌人 在后面追击的刘邦 听说储君停了下来 也不敢冒进 便在顾陵北方的阳下城南方扎营 这时候呢 他就给彭岳和韩信下个通知 让他汇兵共同打相仪 结果呢 一个都没有去 彭岳也没去 韩信也没去 这时候呢 张良就给他建议啊 你要把这个 神东和淮南一带 封给这个 彭岳 是吧 把什么梁帝 这个封给彭岳 这样的话 他们自然就跟你汇兵了 刘邦派遣特使 带着封江的地图 火速请韩信及彭岳出兵助阵 果然 韩信立刻亲率大军由齐国南下 彭岳的军团也开始出发 以图截断项羽返回鹏城的后路 而两年前 曾经探处归汉的九江王英部 则以刘邦盟友的身份 重新统辖九江地区 准备由南方夹击截断 项羽退路 楚军真正的灾难 开始降临了 公元前203年12月中 汉军主力和八位诸侯王部队 全部到达该下 也就是今天的安徽临臂县 这时楚军有十余万人 汉军却有三四十万之重 似乎楚汉两军的形势 已经完全颠倒了 而汉军阵营的主战军团 则是韩信的三十万齐国部队 项羽的身边 已经没有了像范增那样的谋士 也没有了像鹰部龙居这样的猛将 经过一天苦战 项羽身心俱疲 来不及解下盔甲便倒在营帐中 他从未感到如此疲劳 一觉醒来已经是深夜万籁聚迹 远处却传来楚人的歌声 渐渐的四方都响应了起来 这不正是楚地的歌谣吗 难道汉军已经完全占领楚国了吗 为何汉军中会有这么多楚人呢 怀香情节开始在储君中蔓延开来 念及家中的父母妻儿更加重了 或许即将孤独地克死他乡的悲哀 有句话叫做一风一风 莫过莫过一月 就是要改变一个风俗习惯呢 没有这个音乐的作用更强了 因为这个音乐的旋律 它特别是能勾起人们的思想的情怀 四面楚歌 这是汉军谋士张良的又一个计谋 不少楚军已被汉军捕获或主动投降 但人数还不至太多 让营中楚军叫汉营军队和诸侯部队练唱楚歌 利用大合唱的声势 加上由远处传来饥渴乱真的效果 彻底打击驻守该下的楚军士气 所有楚地都被占领了 其实根本不是 它就是一条线打过来的 别的地方它都没有动 但是它认为整个天下都完了 楚歌都被占领了 要不怎么有这么多楚歌人唱歌 所以这个计算也是很不得了的 楚音相调 竟然能抵得上十万穷兵吗 湘羽不愿意相信 最后时刻已经到来 霸王英雄陌路 与美人自吻殉情 英雄和美人的眼泪与别离 成为了历史上永恒的悲剧 这悲情的瞬间 早已被定格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自立行间 定格在中国戏曲的舞台上 成为中国古典爱情中最荡气回肠的传奇 属于西楚霸王的这一场最后酒宴 就这样在泪水与悲割中落幕了 显然这个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大将军 比起刘邦来也就显得更有人情味 更具个性的光彩 无力回天的项羽 只能率领着八百人的骑兵赶死队 在夜色掩护下由小路突围而出 全队向南边的乌江奔驰而去 如果能顺利过河 他便可回到他的故乡会计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一带 他一开始是想过江的 但是到这个领导这个江边的时候 他的军队越来越少了 他找到没有颜面 一个人如果过江 他怎么见江东父老 他如果把八百个军队都带回去 那他还有这个颠面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决定在那自稳了 不管江 两千年前的古中国 一个风雨交加的综艺 太史公司马迁还在用毛笔 在竹简上记录着一百年前 那最后时刻的惊心动魄 相羽倒下 围在旁边的汉银将领 争先恐后的前来争夺相羽的尸体 因而发生严重冲突 甚至举刀相相 互砍而死者 打数十人 最后有五个人 各自夺得相王遗体的一部分 刘邦把这五个人都封了猴 司马迁笔下的项羽 不仅是崇童子 而且长得十分高大 因而他怀疑项羽是顺帝的后裔 在秦末汉初的年代里 项羽就像一部天生的战争机器 作战效率几乎空前绝后 而在行阳长期的对峙中 刘邦却胆小如鼠 根本无法和叱咤风云的相王相比 司马迁笔上他有一个出发点 但是他同行失败着 因为他自己受了这个行 是天命要让我败亡 并不是我用兵的过错 这是史记中所记载的 项羽最后的话 但是他所犯的错误似乎太多了 他的失败绝非运气不足 所能概括的 行阳对峙的两年半时间里 无论是经营能力 心态和策略规划 项羽似乎都不及留邦 公元前二零二年 三十二岁的英雄项羽 用拔剑自本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乌江边的一抹鲜红 让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终于有了结果 也正是这一年 不一出身的刘邦 击败了世代贵族的项羽 成了整个天下的新主人 创造了辉煌历史的两位人物 从此与一条原本普通的山沟 联系起来 在如今内经沧桑的鸿沟两岸 汉王城村和霸王城村 静静守护着这里 用他们的名字 一次次将人们拉回到 那个金戈铁马 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